受中共肺炎疫情影响 各类消毒产品热卖 不过旺旺集团旗下的水神赤氯酸抗菌液 遭民众检举产品宣传有疗效 涉及广告不实 食药署已送北市卫生局调查后 依违反药室法开罚66万元 台北市长柯文哲强调开罚是依法行政 似乎是想对于开罚决定做出解释 而在11日的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记者会上 部分媒体也五度提问赤氯酸水相关问题 还在会后追问 指挥官陈时中多次表示 赤氯酸水是可以消毒环境 宣传上有影射医疗效果才会依法开罚 由地方政府来开罚是很正常的事情 我不知道台北市政府是不是 柯市长跟那个旺旺集团是不是有特别的交情 所以他想要把这个开罚的责任推给中央 其实罚单只要是地方开的 中央完全没办法强迫 这一点我们比较不理解 陈时中表示 卫福部本来就有违规广告监视平台 各类型案件会依据管辖县市分出去做相关查处 这一段案件今年1到4月就有400多件 台北市政府依据公文检举情况办理 这是属于例行程序 新唐人亚来电社会中央黄立峰 台湾台北报导